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再次表示 将继承承认日本殖民统治与侵略的村山谈话的立场 并在这个基础上思考符合21世纪的新的面向未来的谈话 菅义伟说 为了起草这份谈话 政府将会设立一个专家会议 邀请有时之士共同商讨相关内容 菅义伟的评论暗示安倍内阁有意就发表新的谈话进行探讨 1995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傅氏发表讲话 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 走上战争道路 日本要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村山谈话是日本政府就过去那段侵略殖民历史 向亚洲受害国人民做出的郑重表态和承诺 受到各国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希望日本本着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话题 感谢观看